欢迎去锁定10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新加坡的夫妻在强震后持续失联 用木头简易搭建的矮小五间摊商 是沙卡当步道当中的五间屋 这里不只卖香肠 饮料 还有贩卖手工商品 只要来到这 不少游客都会停下来看看 但现在却因为强震面目全非 传出新加坡夫妻 有可能最后出现在这 但当地的摊商却透露几率不高 监视器画面曝光 当地居民也仔细看 想要能够帮忙尽一份心力 找到失联的人 从时间续以及一般矫程推定 新加坡夫妻两个人 早上七点二十几分 从沙卡当站下车之后 往步道的方向行走 一般人步行一点五公里 约花三十一分钟 就会抵达五间屋 但大多的游客会边走边拍照 速度会再慢一点 尤其当天五间屋 也有人受困 却不见夫妻两个人 怀疑两人有可能是在 不仅失联 正后第六天 人还是失联中 目前新疆这处列为热区 八日一早派七名特搜人员 和三只救奈犬上山加抢索救 经到不到找人 沿路都是巨石大型基居进驻 还不断有落实滚滚而下 而五间屋是一间一间小木屋 上头有延伸搭设铁架 但七点二强阵连大楼都倾倒 恐怕这处的灾损也相当严重 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 失联的新加坡夫妻 只求一丝丝希望能让家属 放下心中大石头 新加坡夫妻的行李也被拿到指挥所 搜救权意思要透过味道来寻人 4月3号强震发生过后 有许多人士一度传出失去了联系 其中一对新加坡籍的夫妻 在搭乘观光巴士之后 就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传出他们的行李 从民宿被送到搜救队这边 不过消防分队没有证实 不过经过了解 其实行李已经交给家属 而当初这对夫妻 最后下车的地点就在沙卡当站 也让搜救队更有明确目标 因此夫妻的行李被拿到指挥所 甚至也有出动搜救权 也让人猜测是不是要靠着味道来搜救 我们搜救权只要就是 他们主要是找活人 但是他们在对这种特殊味道 他们也是有 就是也是会有反应这样 你心理如果没有打开的话 它是封闭的 那你其他人去翻动 去拿行李箱的时候 你的味道会覆盖在上面 内部的话因为工地的 没有被过外 这时候如果说只有控血点 去采用的话 那可能就会干扰比较少 陈兴伟曾经参与华山分尸案 当初搜救犬就是靠着气味 分辨出嫌犯 他说其实搜救犬有分种类 有瓦砾搜救犬 以及路径搜救犬 两种训练方式不同 一个专门搜寻生命迹象 另一个则是气味追踪 得看这回搜救队出动哪一种 因为那个地震一来的话 那所有的东西 三十这些冲击的话 那把那个烟奶保留的气味 全部都冲散了 那时候气味 就说气味 就要说减料发挥的难度就非常高 就算出动气味搜救犬 但在崩塌之后 要搜寻也有一定的难度 不过现在搜救单位 都还在全力寻找夫妻的下落 期盼能出现一线曙光 TB新闻综合报道 花莲精英酒店的建教实习 高三生黄家安在强震后被巨石押住 幸好被救出 不过现在还身受重伤 满身沙石又被巨石卡住 整个人无法动弹 现场的人也没办法协助脱困 只能等待外界救援 高三的黄家安是精英酒店的建教实习生 人痛一天一夜才从酒区洞被发现 和同事们一起被救出 不过他的伤势严重 腿部多处骨折有开放性的伤口 当时失联整整一天 家属焦急不已 最后在屏东消防特搜 人员挺进之下才获救 那时候信号全部断掉 我们一直在家里打电话给他 都打不通 所以当下就是也不知道 他的情况是什么 拿出黄家安的影片 家属越看越心疼 个性活泼的他 不只是家中的开心果 还是经济支柱 要打工赚钱养外公外婆 但因为受困两天 送到医院后一度没了心跳 两天前装上叶克膜急救 但目前昏迷中 地震后中横公路多处落实坍塌 交通中断 屏东及台东特搜队人员 惊险前往九驱洞 把受困的民众救出 两个待救者 那其中一个伤患 因为他行动普遍 所以我们刚好 我们屏东有一个 专业的向导 决定由他来进行 对付那个伤患 会让我们比较有 快速推进的能力 家安还在医院治疗中 看着他房间内的东西 上班的工作证 烟筐忍不住这次泛红 家人希望他能够早点康复返家 也转发影片 让大家一起帮家安祈祷 渡过难关 让家安知道 社会上有很多温暖的人 都很关心他 TDP新闻 全台地震发生最频繁的地区 就是因为它的特殊地理位置 它在菲律宾海板块的最尖端 所以每年又以7到8公分的速度 朝着西北跟欧亚板块聚合 所以花铃人这边是首当其冲 成为了板块能量聚合的最前线 这也就是为什么地震发生 频率会比西半不高 尤其2018年 花莲地震 2022年有池上地震 再到这次的7.2强震 都有严重灾情 也让当地的建筑物结构 耐震能力 成为之后未来的强化重点 倾斜的天王新大楼拆除作业进行中一度卡关 因为余震不简短的发生 4月3号的这一场7.2强震重创花莲市区 其实花莲地震多对当地居民来说早已见怪不怪 只是规模大到传出灾情 甚至主阵后一连累积至少750起大大小小的有感余震 还是让不少人这几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就是因为花莲所在的位置特殊 让这里成为全台地震发生最频繁的地区 在花莲域里有一个景点是把菲律宾海板块 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处给标记出来 但也正是因为这两个板块 让花莲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发生地震频率 相较于西半部来说多出了很多 累计100年有8公尺的位移量在这里 在台湾岛上面 在这个台湾岛上面区域要被消耗掉 终衡公路通车之后 由于景观水四季多变 加上险峻的泰鲁阁峡开凿 成为国内外游客前往的重要景点 正是因为强烈的板块和断层活动 打造了台湾鬼斧神工多变的自然景致 不过却因为菲律宾海板块 以每年约7到8公分的速度 朝西北与欧亚板块聚合 花莲在最前线成为能量的聚合地带 100年的话就变成是有8公尺的量 要在台湾这个岛里面要放出来 那花莲这个区域就是板块的尖端碰促 所以它是首当其冲 它每年的地震特别特别多 表示它也是能量最容易释放的地方 释放久了 这边的地壳也会变得比较脆弱 地壳脆弱能量更容易放 从2013年锐碎地震 2018年2月6号花莲地震 2019年寿林地震 2022年池上地震 这一起规模6.8不但有建筑物倒塌 就连桥墩也断裂 再到2024年4月3号7.2强症 同样造成严重灾情 红色都是这样子挤压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很红 所以我们的东部就是 有大量的这个压缩的 横向的压缩立在这里 到西边传到西边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全台共有三个地震带 东部之外海地震最多最活跃 地震深度可以超过两百公里 反观中央山脉以西的西部地震带 发生频率就较少 震源深度通常也比较浅 不过并不代表风险不高 尤其西半部人口更稠密 同样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无法排除说这一次的大地震 会不会对临近的区域的 各个相关的断层系统被它诱发 然后产生新的活动 这是有可能的 尤其是如果你看这一次的地震 活动的余震的范围 再加上它这次地震所在的位置 它真的很接近就是碰撞跟海沟 这个萤墨的交界的区域 所以这附近的构造 都很有可能被牵引到 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看说 这个余震它的余震的频率 跟它衰减的这个速率 是不是跟我们预期一个规模7.2的差不多 在于这一个板块边界上 它本来就是一个活动比较剧烈的一个地方 那长期以来的话 在这地方因为它是一个碰撞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也看到有非常多挤压 后造的一个地震发生 花莲地方其实在长期以来 或者是说我们的台湾东部 其实都有一个大概就是60年到100年 就可以发生一个规模7以上地震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认为它现在就是在一个 它能量释放的一个阶段 地震南侧灾害南方 尤其花莲未处的正式地震发生平凡的位置 只能做好准备强化结构 灾后复原防化于未然 特别新闻连至旧游宣台会报道 对策强阵也重创中横公路的东段 原本站立的碳鲁阁山坡美景 现在到处都是土石坍塌 而九二一大地震则是在重创的是中横西段 到现在已经超过24年了 还没有通车 因此中横变道变成了九二一之后 离山居民跟工程人员 往返台中的主要道路 但是台湾现在无可避免的就是地震跟台风 为了维持生活交通的便利 现在也能做好 必须要各种做好防灾的灾害准备 你看都断掉了 下上的玉器东倒西歪 位在花莲太鲁阁入口的一品店 老板娘回到店里迎接她的也是满目疮痍 我已经在这很久没有怎样 只有这一次 这一次才真的有脚软掉 尤其中横公路东段受创严重 而九二一地震 受创严重的则在西段 也就是上谷关德基路段造成长期封闭 2024年2月中断超过24年 政院通过附件可行性评估 后续规划以及还评 约三年时间 中横上谷关德基路段 最快2037年可以通车 虽然403强阵不比921 4月7号也针对其中贪方的中横便道完成抢通 但许多年来地震或是台风 这条路总会让人担惊受怕 但中横便道却是921后 里山居民和工程人员往返台中的主要赶道 所以中横便道的附件 还是有它的必要性 而这不仅仅只是为了一山光光或农业 也可能是为了中部地区 删去的一个第二条生命线 这一次0403地震以后 中横便道我们大概分几个的时间点来处理 就是首先是抢通 可能有一些中期的规划 比如说桥跟岁要怎么要处理掉 公路局评估中横便道整体的附件计划 经过环平还有设计等程序之后 可能会在未来五到八年才会出现 而中横公路是台湾第一条 串联东部与西部的公路系统 两岸山壁几乎是垂直矗立的V型骨 从太鲁阁往北一点点到所谓的和平 然后往南到花莲市的附近这块区域 其实都是阵度可以到所谓阵度六强的部分 甚至有些地方它的阵度可能比六强 还要再稍微高一点 这些强地洞区也就是我们这次山崩 最主要发生的区域 尤其透过地震当时许多的影像 也发现有巨大的落石 随便一颗都可能造成严重伤亡 里面有很多大理岩 有很多片把岩 甚至那当然中间有夹杂一些片岩的岩石 那片岩石因为它的岩石 它本身的片力比较发达 所以当今天有大雨或者是墙地洞的时候 当然片岩的区域会比较容易崩落 但是像大理岩跟片马岩这边的话 相对来讲它的抗山崩能力 或抗墙地洞能力会稍微好一点 那但是这次里面发生的区域里面有很多一部分 是在大理岩跟片马岩的区域 那这部分的话就真的是跟整个墙地洞 有非常大的关系 加上位处镇央边颇陡峭 山壁不堪强震侵袭 落实从天而降 而台湾未来不可能没有地震 但该如何打造安全的中恒公路 那借由UAV加上光达的扫描系统 非要上边坡去做调查 那你就可以知道 大致上边坡上还有多少这个量体 然后知道落实的尺寸 然后它差了几个形状 那我们就可以去评估 它一旦落下来 它可能带来的冲击力 还有它的轨迹 去做后续的这些工程防护手段 比如说未来做落实棚 然后做这个防落实网 那这样子的话 不管它什么时候掉下来 我们都可以一定的减换它的冲击 透过模拟分析 针对脆弱地段 未来可能出现落实的轨迹 做后续的防护 而光是要评估 最少就要花两个礼拜到一个月 才能完成 如果真的是完全是 以目前的明隧道 也无法去抵挡这些落实灾 那只能改线 那即使中恒东段 太鲁阁这一个路线 以往也有经过几次的改线 比如说白沙桥的部分 毕竟台湾不只位居环太平洋地震带 也是西北太平洋地区台风侵袭的主要路径 无可避免台风还有地震 但为了维持生活交通的便利 能做的也只是预防灾害的冲击 TV新闻 陈欧翔西单 此台报导 大地震之后 全台不少建筑都有受损 不少土木结构 建筑专业技师也都投入了灾后勘灾 针对建物的受损情况 贴出了黄丹跟红丹两种分类 根据统计 目前还是以花连线的红黄丹居多 专家表示灾后的评估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灾后的安置 贴出红黄丹之后 建筑物该如何补强规划 还有居民长期安置的问题 大楼底部用不少支柱支撑的建物做补偿 这是在土层地区一栋大楼民宅 因为四月三号后的大地震 一楼的梁柱出现明显军裂跟钢筋外露 现在建物一楼已经被贴上黄色警示单 在今天过后 很多建筑物贴出了这样的黄色警示单 目的就是要让民众知道这里的情况 那在后面 其实这边有一些钢粮外露的部分 很多的住户也都开始在停止使用 这一块的区域 所谓的黄丹是指局部的范围 有危险的发生 那所谓的红丹是指整栋建筑物 有安全上的顾虑 那不论红丹跟黄丹在规定上 它都必须暂时停止使用 也就是所谓的撤离 黄丹 红丹各自有不同意义 国度署表示 黄丹是灾后立即建物受到 尘度伤害的判定结果 黄丹是主结构受损 有结构安全疑虑 或者地基不稳的情况 黄丹是受损情形 没有结构安全疑虑 但内部非属主结构物件 有掉落青岛商人的顾虑 或者周边环境有建筑物 青岛疑虑可能波及的情况 两者代表意义不同 从花莲地震以来 浮入勘灾的专业技师 至少超过339位 而且这人数仍在持续上升当中 地震过后造成建物出现问题 红黄丹警市 从921大地震之后开始 国土处统计表示 截止到4月6号 各地民众请求勘灾的建物建树 有430建 以花莲县台北市 新北市基隆市最多 根据各地建管处统计 地震之后 台北市红丹两建 黄丹八建 新北红丹四建 黄丹七建 被认为红丹的建筑物 不建议民众继续居住 国土处表示 或者混凝土压碎剥落 钢筋外漏的情况 如果类似情况要找专业人士协助 针对建物勘察 也必须要专业技师来认定 内政部有推动私有建物耐震 阶段性补强补助 单建最高补助四百五十万 加上都市化发展 不少市中心建物屋林老化 台北市长江安安视察 南机场夜市表示 目前台北市超过三十年以上 老房子比例超过七成 甚至有不少四十五十年老屋 平均屋林北市将近四十年 照此发展下去 大都跟时代很快就会来临 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 常设性的重建委员会的设置 所以当民众拿到这个 所谓的红丹跟黄丹的 鉴定的时候 他接下来要怎么做 每一个地方政府该怎么做 中央政府该怎么做 其实我们是很不了解的 尤其是当民众没有办法 使用建筑物 他必须要长期在外面租屋 或者是另寻住处 去生活的时候 那这个部分 政府到底能够提供 什么样的资源 是国土署来支援吗 还是卫福部来支援呢 所以这个我们目前 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 地震过后 建筑体检 各方面详细检查 勘灾工作 至关重要 TBA新闻六号来明 台北财报报道 从花莲地震之后 不仅预阵不断 现在就连美国东边 纽约也有地震发生 而且还是记录上 240年来最强的一次 让不少纽约人 也都吓坏了 因为东边沿曾兼顾 地震发生频率跟台湾 相比真的是少之又少 只是大家现在也不免担心 那么是不是代表全球进入了地震或邀请 从自由女神像拍下这一幕 不仅整个基座都在震 海水更是不断产生浪花 地震的惊悚场面 不仅是在台湾上演 纽约当地五号这天 吓坏不少人 因为才刚发生403大地震 紧接着美国野震 明明不是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的东岸 让4200万人惊呆了 从记录上来说 是240年来最强的一次 根据研究显示 其实美国东岸这300年来 也才发生过300次的地震 跟台湾比起来 真的是少之又少 但在5号这一天 发生规模4.8的地震 其实这100年来 也才发生过这一次 虽然是不常见的 但专家说其实并不意外 其实大西洋的两侧是非常稳定的 就是被动的那种大陆边缘 它的那个 就是说地壳非常的安定 它海洋地壳跟大陆的地壳 交接得非常好 就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断裂 或隐没的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纽泽西州这一次的 规模4.8的地震 其实是周期很长很长 很久才会碰到一次 能量释放跟台湾比 真的是小屋见大屋 因为根据美国地质调查 403的花莲地震规模7.2 跟美东比起来差了8000倍 东岸沿层比较坚固 震波可以传递比较远 所以东西岸如果都发生地震 东岸可以感受的范围 就会比较广 而这回根据监测 发生地震的是拉马波断城 它贯穿了整个美国东北部 上一次较大的挪移 已经是1957年的事情 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球观测站 就发现有类似的规律 纽约周边约100年 会发生一次规模5的地震 每670年会有规模6以上的 要更大地震得要长达3400年 只是接连着天摇地动 不免让民众开始担心 是否进入了全球地震活耀期 美国的地震虽然在纽德西那边 比较少见 这个地震也不大 都规模不到5 所以像这样的地震的发生 事实上都是巧合 没办法 说是整个地震比较活耀 那是因为像台湾 有灾害性的地震 所以大家比较注意地震的消息 所以就会觉得说 专家认为只是巧合 毕竟台湾跟美国分属 在不同的板块上 距离又远 再加上世界地震数据观察来说 2023年发生规模7以上的14次 6以上的有63次 其实这几年都是在平均值 如果以现有资讯去推论 全球已经进到了活耀旗的说法 还有待深入研究 不过我们邻近的日本 确实有不少研究人员 都担心南海海潮大地震 日本台湾都是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 板块的引磨带 每年都会有七到八公分的位移 能量累积下就是不断的释放能量 发生地震 甚至有学者说 全球的地震活动都是有周期性跟集中性 尽管这样的推论 见仁见智 地震终究还是会发生 不管是会更加频繁 或是遇上规模更大的 政府的防灾研究跟规划不能间断 实时做好准备 民众更得要对灾害有所警惕 TVB新闻乘入韩销轮台北采访报道 日市带您来看美国在星期一有15个州能够观测到日全时 而错过这次就要再等20年了 有上千万人出门追日时 NASA也在此时发射火箭 观察太阳日缅跟地球电离层的变化 最近台湾跟美国接连发生地震 是不是也跟这个日全时有关系呢 学界普遍认为日时并不会诱发地震 4月8号这天美国人为日全时陷入疯狂 成街上为了美国人提早卡位 因为这次没看到下一次美国日全时再等20年 A total solar eclipse like this one will not be visibl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gain until 2044 so 20 years from now That's why we're seeing so many people scrambling to try to find the best weather and get in position And so that moment of totality for this eclipse is much longer than it was in previous eclipses At the longest point it'll be about 4 minutes and 30 seconds 今年日全时持续长达四分半 几乎是2017年那场日全时的两倍长 都是由于太阳月亮跟地球刚好排列成一直线 A solar eclipse occurs when the moon moves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sun Blocks the sun's light and casts a shadow on the earth When the moon completely covers the bright disk of the sun That's a total solar eclipse The path of the umber is known as the path of totality People in that path see the moon completely block the sun 只有在月球的本颖通过的狭长地带才能够观测到日全时 这次从美国的德州一路往东北的美加边界总共跨越15个州 其他日时代上的州也迎接482亿台币的日食商机 兴奋的不只是门外汉 NASA科学家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天文观测好机会 日冕就是太阳最外层的构造 会释放大量的电浆跟磁场 形成所谓的日冕巨量喷射CME 通常被太阳本身的亮度遮挡而难以观测 但当日全时这四分半 月亮变成了遮罩 还刚好遇到太阳活动极大席 有机会看到CME 直接观测日冕对未来预测CME非常重要 NASA不只要派出飞机从高空观测 还要发射三枚火箭 分别在日时前 中 后 比较月球遮住太阳的前后 地球电离层的相对应变化 为何要观察电离层 因为这是太阳辐射抵达地球之后 电离了大气层最外层的空气分子 形成的带电粒子层 这像是一面镜子能够反射地表发射的电磁波 这对人类的通讯非常重要 就是因为电离层的反射 无线电波才能够传递到地球的另外一端 目前对电离层的成因还有很多谜团 科学家希望借着这次机会来找答案 难得一见的天象也有人想到天灾 就这么巧在日全时发生前 台湾发生规模7.2的强震 美国人还赞叹台湾防证强刃的同时 美国东岸就发生罕见的4.8地震 上千万人有感 连纽约的地标自由女神像也明显摇晃 自然就联想到难道跟日全时有关 其实过去就有学者推论 月球的引力会间接对板块或是断层 施加额外的压力 可能会诱发地震 而日全时刚好就是太阳跟月亮的引力相叠加 不过目前学界连月亮会不会引发地震 都没有定论 更遑论日时引发地震的说法 目前看来没有根据 推测送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